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家蔡延培曾经说过 完全人格 手在体育 到今日 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 其实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 在1932年 短跑运动员刘长春代表中国 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1936年 柏林奥运会 国家队伍几乎全军覆没 一度被恥笑为东亚病库 1960年 田径选手杨泉广 在罗马奥运会上奪得十项全能比赛银牌 成为第一位在奥运会赢得奖牌的中国人 而第一位赢得奥运会奖牌的中国女性运动员 就是短跑选手紀正 他在1968年 墨西哥奥运女子八十米跨栏比赛中得到铜牌 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恢复了在国际奥运会的合法席位 到1984年 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 男子手枪万射比赛中勇奪金牌 为中国赢得第一面奥运金牌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已有举办奥运的梦想 不过要到1991年 才第一次申办奥运 但就以两票之差 输给澳洲识理 重整旗鼓后 国家再次申奥 终于在2001年 成功获得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2008年 北京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 举办中国第一个奥运会 百年梦最终成为事实 当年中国队成绩标柄 一共奪得51面金牌的辉煌成绩 是奖牌榜的榜首 2012年的伦敦奥运 国家亦以88面奖牌 奪得世界排名第二位 国家正为今年第31届里约奥运 积极备战 我们都期待运动员可以再创戒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